今天继续介绍高分悬疑剧《豪斯医生》 某快餐店发生了一起抢劫案 崔西这对小夫妻比较倒霉,正好就碰上了 反抗的过程中,杰瑞成功击到杰匪 而杰西却突然倒在地上无法呼吸 虽然被送到医院,却也暂时查不出具体病因 就在别人讨论病情的时候,豪斯开始好奇 这对20岁就结婚的小夫妻的感情 却发现沃尔逊正和护士聊得热火朝天 豪斯担心,沃尔逊再次被感情伤害 别上前捣乱,气走的女护士 经读物分析,发现崔西抽过大麻 而大麻上的沙门势菌也会导致腹痛 但喉咙肿胀依旧找不到原因 由于眼下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思路 就只能按照沙门势菌的病因 先用抗生素、浮奎诺酮治疗 随后,豪斯就去门诊接诊了 而这个病人似乎是故意来找事的 没病也让豪斯检查 豪斯本来不想搭理他 却被他故意拌了一脚 无奈,豪斯只能给他测个体温 只是位置比较尴尬 福曼告知崔西 他的病可能是大麻的原因 杰瑞却发出质疑 那要抽多少才能导致喉咙疼痛 而他们只是偶尔抽一下而已 由于话题敏感 福曼自然不信他们的说辞 继续注射抗生素 可这没一会儿 崔西就腰无过敏 胳膊上起得一片红疹 也许崔西是过敏体质 喉咙和腹痛都是过敏现象 于是 几人又开始查找过敏源 可还是一无所获 福曼怀疑 崔西可能被抢劫惊吓 又因心跳加速而产生了今天的反应 也许创造一个类似的环境 才能找到具体的发病原因 只是随口一说 却被豪斯当正了 直接安排崔西 在跑步机上模拟实验 很快 崔西的腹部又开始疼痛 却没有出现过敏反应 杰瑞不忍妻子如此痛苦 吵着要停止运动 可下一秒 他也出现了相同的症状 由于是夫妻 那病因应该是共同的生活环境所致 于是 其次前往他们的家中寻找病因 却意外发现 杰瑞的衣服内藏着一盒套套 而他的妻子还在吃避孕药 这不多此一举吗 看来 杰瑞要么是感情骗子 要么是特别爱妻子 其实很多人心里都已经对他们年轻的感情产生了怀疑 然而询问崔西后 才得知他们只是想加强保险 两人的感情一直稳弱磐石 并发誓一生只爱对方一个人 但是见惯现实的医生却不相信 这样一个素食的社会 哪还有纯粹的爱情 坚决给杰瑞做着私处检查 可结果还是没有问题 又派出的一种可能 豪子决定停止使用肋骨唇 如果停用之后发烧了 那就是被感染 如果没有发烧 就是环境因素导致 此时 女院长找来豪子 就是一顿说教 原来那个被豪子遗忘的病人 向女院长投诉了 女院长也警告豪子 那种测体温的方式是对人的侵犯 要求豪子立即向那个病人道歉 不管真心还是假意 只要去道歉就行 此时 病房里的崔西做了噩梦 他看见杰瑞的父亲 警告他离开他的儿子 接着又以暴力警告他的儿子 原来崔西两人是邻居 从小就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 但崔西是非洲裔 而杰瑞的爸爸又对种族偏见 所以一直反对两人的来往 结果 在崔西13岁时 被发现了早恋 杰瑞的爸爸一气之下 打断了儿子的胳膊 后来 两人在16岁那年离家出走 成了一对夫妻 噩梦之后 崔西出现了急性瞻望症 陷入昏迷状态 虽然脉搏呼吸都正常 但对外界毫无反应 盒子检查之后 发现他的脑部出现了严重肿胀 而且停用肋固醇后 也没有发烧 那就是缓解因素的原因了 豪斯怀疑 崔西患上了节节病 虽然节节病解释不了 核部肿胀 但豪斯还是找了沃尔逊 沃尔逊也给出了肯定答案 不是节节病 可是豪斯却欺骗众人 并用治疗节节病的药 治疗崔西 还要求做脑肝活检 但这个检查需要家属签字 卡梅隆觉得 杰瑞和崔西之间 有利益冲突 不能签字 生怕杰瑞会出于 救自己的目的 同意活检 女院长也拒绝了 这项有危险的检查 最后 豪斯答应向病人道歉 才换得女院长的同意 结果杰瑞却不同意签字 他不想让妻子 遭受痛苦的检查 宁愿用自己的大脑做检查 可是他的大脑 还没有发生病变 即使这样 杰瑞还是不同意 宁愿两人一起死 为了征求同意 豪斯出了一个剑招 用鸦片结康剂 带来的疼痛逼迫杰瑞同意 助手自然不会同意 这违背的职业道德 豪斯才不管 一招调虎离山剂之后 便跑进病房 直接注射的真的药剂 很快 杰瑞开始剧烈的腹痛 但他宁愿疼死 或自己接受活检 也不想妻子受折磨 此时 女院长将豪斯送到的病人面前 可是豪斯 依然不愿道歉 扭头就走了 杰瑞病情出现了恶化 但不是大脑 而是小肠坏死 这也说明 根本不是结结病 豪斯决定切除坏死的小肠 再做活检 可就在准备手术时 却发现小肠并没有坏死 这下好了 又要从头开始的 既不是过敏 也没有性病 更不是结结病 那到底是什么呢 突然 卡门龙说起 两人离家出走的故事 豪斯询问 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直到原因之后 豪斯并不认同 种族偏见的理由 猜测夫妻患有基因病 遗传性血管肿胀 在比对两人的照片时 发现两个人 有着同样的闭眼 大胆地怀疑 两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因此 男方父亲 才会强烈反对 两人的爱情 做到血缘测试后 居然真的是兄妹关系 便因找到了 通过药物就能控制 可他们的感情之争 真的叫人不忍说出真相 最后 福满接了这个重任 虽然没有直说 但也让两人震惊了许久 而福满想安慰两人 却不知从何说起 也许两人都需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吧 而福满因为拆散两人 想要赶紧去珍惜现任女朋友 豪斯却愣住了 他们曾打赌 沃尔逊是否和女护士约会 显然豪斯输了 女护士就是福满的女友 自然不会和沃尔逊约会 结束一天的劳累之后 有人美人在怀 有人失去爱情 有人独守空房 有人想着婴儿 有人独行天地间 最后 豪斯再次被那个病人盯上了 好了 本集故事就结束了 我们下集再见了